大家好,我是桑普 2021年即將完結 桑普先預祝大家新年快樂 心上事成 當然2021年 是香港一個悲劇的一年 毫無疑問 是悲劇的一年 2020年6月30日開始有國安法施行之後 我想 一直一直打壓 最顯著的蘋果日報 支聯會教協 等等的職工盟 等等的組織的陷落 他們看到很多的書 沒有辦法出版 很多的人繼續被逮捕 很多的人關押中也沒有辦法 重獲自由 包括我的好朋友結師在內 你看到很多不同的人 都面對不同的挑戰 在這個時間 無論在小監獄、大監獄 還是在自由世界中 希望做好大家的本分 我們排過是重新打過的了 換言之 我們面對未來的情況之後 我們當然要深存 對真是美的追求 但我們的客觀形勢 已經有不同的改變 所以有完全不同的打法 新華社 就是中共的黨媒 新華社在昨天 27日發表香港連結的文章 指2021年 是載入香港發展史冊的重要年份 他說在社會各界熱判的國安法震懾護持之下 凡法的反中亂港分子 正受到應有的制裁 反中亂港組織分分了受散 香港撥亂反政取得實質性進展 由亂到自局面不斷鞏固 好自我感覺良好 我自己告訴你 全部都是荒謬絕臨的一件事 你要看到 即是說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這個所謂的鳥獸散 什麼反中亂港分子 全部用這樣的方式 來框定你的思維模式 其實只不過是一班 和平理性 爭取民主自由的人 他們應該受到應有的制裁 即使不是和平 即使是用務 他們應該受到應有的制裁 是不是受緊 受到應有的制裁 是不是完全過了世界 唐英傑 九年 反中亂港組織分分了受傷 是被你勒令解散 被迫要去解散 這個不是了受 我們不是禽獸 禽獸就是這班人渣 就是這班共產黨的走狗人渣 香港的撥亂反政策實質性進展 基本上是撥正反亂 香港沉淪 香港淪陷 香港玩緣 由亂到治不斷鞏 就是由治到亂 基本上很簡單 就是將整個香港基礎 完全連根拔起 今天新華社發表題為 由亂到治 局面鞏固 梁正善治新局開啟的文章 點名黎智英 黃智峰 黃智峰 李卓人 何俊仁 鍾漢林 等等 為反中亂港人物 以及港獨分子 應用或者攬炒 鍾漢林是港獨 OK啊 黎智英 黃智峰 李卓人 何俊仁 如何港獨 你說反中亂港人物 嘩 他這樣也是 慶祝難輸 是不是 那你不要說那些 這個羅冠聰 講講張坤洋 是嗎 講講鄭文傑 好多人的 不臨盡錄的 那些這樣的人 又是不是呢 所以告訴你 我們香港人不怕 我們起碼還有一次光 在外面 繼續奮鬥 共產黨以為這樣 放走一批 留起一批 就以為自己很巴之斃 可以分化到這個運動 殊不知 我們本身的團結 本身的 對於真善美的追求 對於共產黨的憤恨 和我們對它的一種譴責 絕不退適 我們的行動會繼續下去 共產黨這個新華社 形容 反中亂港分子 曾經不可一世 肆意踐踏香港法治 危害國家安全 在國安法這個金鐘罩之下 如今被依法判刑 那為什麼羅冠聰沒有呢 張坤洋沒有呢 為什麼鄭文傑沒有呢 是武林 通緝他 紅色通緝令 你沒有膽肥女 還有很多很多在海外組織的 OK 很多很多的海外人士 在那個地方 誰知道有這麼少 還有很多你心目中所謂的黑暴 很多的手足 亡命天涯的大有人在 證明了國安法立了之後 野火燒不盡 春風吹又生 我可以這麼說 我粗略地估計 算算手指 超過一半 是剛剛超過一半 那麼上下的人 如果你說 在和理非 或者這種所謂的 勇武的陣營 分分鐘會被拘捕 但是可以在外面的話 大有人在 我們不怕 即使在兆監獄裡面 不是等於他們歸零的 他們是一個火焰 一個torch 一個火炬 他們會燃燒下去 他們要保住命 不要死 一定要好好守護自己身體健康 現在很冷 香港我知道很冷 9.9度 但是希望大家 給他們一些溫暖 寫信 關懷 輕審 和盡力去 在外界更多送亂給他們 我覺得不會滅亡 香港人有很多躺平 2021年一個字 兩個字 講香港人就是躺平 那你就躺平 但是躺平之後 我們繼續會 不要死 好好活 準備好 等運動 就這麼簡單的事情 我們不能夠做時勢 但是時勢 會做到真正的光復 在海外的各位 行有餘力的 可以大家 會好好地 關顧一下身邊的人 這一點很重要 OK 不是只有一個講字 要好想付諸實行 每個人有自己的身位 有自己的身份 有自己的長處 好發揮他們 去做好這件事 我想這一點是相當重要 他說 他說如今被依法判嚴 他不要忘記 依法判嚴的比率是相當少 而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看一看 但是不斷共產黨去造謠生事 90比0就搞到89.1 搞到其中有一些傳媒繼續跟風 昂貴的90比0 清一色單聲道 就這麼簡單了 不是雲一色是清一色 不是立體聲是單聲道 要說得很清楚給全世界聽 全刑全贏即輸 就這麼簡單 有什麼好說 現在告訴大家 你不認輸 行 沒什麼所謂 我只是告訴大家 但是全世界知道 你們不斷地製造一個 所謂98%的選委會投票率 但是殊不知 真正的全香港447萬人的選民 的投票率只有30.2% 很清晰的 垃圾的身低 垃圾渣仔的一種 投票率 假設不知所謂 北韓專制 沒有這個投票率 沒有這麼低的投票率 美國這麼民主 都沒有這麼低的投票率 證明香港有多不堪 所以我可以告訴大家 你繼續說謊話 暴力加謊言對待香港的話 結果就是說 如果你的確是將一幫人 判贏 他說 亦有反中亂港頭目或骨幹 在法律的震懾下 有的割蓄自保 有的退出政證 不好意思 哪個割蓄自保 我想問一下 哪個割蓄自保 馮檢基 迪志遠 他一向都是對家的人 這麼簡單 有的退出政譚 是這個真的很多 是不是 大多人 公民黨 一群人 但是不代表他們躺平 代表他們邪惡 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躺平某程度上 是一種不服從 不合作 不妥協 當然 他有沒有 新的 好像我現在這樣 發聲 發光發熱的 我不代表自己光和熱 即是發聲 有沒有這樣做呢 他們可能少些 但 他們在香港的身位 相當處境 相當艱難 我自己如果今天在香港 都未必發聲 但我為什麼要在外面 就是希望有這個作用 所以希望對於 在香港的一些人 能夠多些鼓勵 很難去爭出一片天地 所務的風險也相當高 你希望對於這些 平等人 媒體工作者 政黨的人士 區議員 或者一些以前的政治人物 給予一定的寬容 和鼓勵 你希望自己 可以成為一種光與嚴 這個很重要 這篇新華社的文章指 教協 民陣 612人道支援基金 支聯會等一批 反中亂港組織解散 或停止運作 或撤離 紛紛鳥秀散 他說 反中亂港分子窮途沒露之際 正是香港重回正貴之時 神經病 你使得我們這幫人 作為一種 對於 香港言論自由的使金石 沒有了之後 就是共產黨專制全面鋪開的時候 也是說 香港全面赤化之時 全句我認為 爭取民主自由的人 窮途沒露之際 不要說窮途沒露 這個全面會字都是陷阱的 爭取民主自由的人 身陷陷零 或者流亡境外之際 正是香港被淪陷的時候 香港進入全面赤化之時 國安法的實施 這個是 新華社那篇文章說 是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重要理程碑 不是 是一國兩制事業發展 揭開畫皮的重要理程碑 揭開的畫皮就是 就是說 全都是一黨專政 獨裁專制 侵吞香港 閉棄《中英聯合聲明》 他說 國安法是捕捕了 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屏障 有力打擊了港獨激進勢力的囂張氣焰 實現由亂轉治的歷史性轉折 擺揮作關鍵作用 這個就是他的想法 就是關鍵 現在不是旅行 不需要找關鍵 他現在就是 打擊港獨就是找中共 於是乎用這個方式來處理 說真的 我們日都沒有武器 我們不是從事武力的革命 我們提倡一些所謂的想法 不論你的想法是港獨也好 不是港獨也好 我們要想一想 言論本無罪 沒有明顯而立即的危險 按照約翰尼斯布原則 是不成為犯罪的 但中共打壓現在全面爆開 他這樣說 用這件事來握殺了 我們香港的言論自由 集會自由 結社自由 人生自由 各種的講真話 免於恐懼的自由 所以很慘 那麼同日呢 國務院 新聞版 他從吹風會 其實是吹水會 講解上個禮拜選舉後發表的 一國兩制下 香港的民主發展白皮書 修皮書 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 前中聯辦法律部長 黃振文 清華大學的垃圾說 中國政府再次發表 關於香港問題的白皮書 克逢其時 意義重大 影響深遠 白皮書撥開長期被 謊言謠言 籠罩的雲霧 使大家看清了事物的真相 黃振文又說 英國在香港這麼長時間 不搞民主 回歸前短時間 忽然快速搞民主 司馬超之心 路人皆知 騙不了人 白皮書 揭了他們的腦底 各位 這些不只是白皮書講的 有什麼揭了他們的腦底 你一直都講的 這個話你不是一直在講的嗎 講完一次就揭了腦底 講完兩次就揭了腦底 講十次 一萬次都揭了腦底 神經病 還有 你說的是完全廢話 英國這麼長時間不搞民主 搞了很多次了 都是被中國共產黨搞和的 二次大戰之後 楊慕琦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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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反映他們某程度上的一些 居民的聲音 第一個計劃 是無疾而終的 無疾而終的原因是什麼 就是當時候 國共都不支持這個計劃 很長期以來 1949年 中國 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 中國齒化之後 又發現到 整個中國大環境 尤其周恩來 305新說過 英國你要殖民政府 港英政府絕不能夠有一點點的民主 不行 No 然後看你死了 六七暴動的時候 他們爭取的是什麼 爭取的不是香港的民主 爭取的是為了毛主席 能夠接收這個香港 在這個沙頭角搞槍戰 在這個 這個 北角放肆土製菠蘿炸死兄弟 在渡大陸道山 潑 汽油 燒死 林彬 和 林光海 這些事件 再再顯示到他們不是搞的民主 是搞奪權和暴力 搞鬥爭 好了 去到後期 你會發覺到 在整個麥利浩的時期 整個麥利浩的時期 他們搞的這些所謂的政策 是希望 設立廉政公署各方面的事情 基本上每件事 中共 都是要默許的 很多事情 你會看到中共有些事情 說No的話都不行 我譬如說去到80年代大家耳熟能長的事情 就是大家代議政制六皮書 代議政制八皮書 都要希望 很多民間人士兜過高山劇場 希望八八直選 1988年直選立法會 但國英政府當時禁了 當時衛契信道總統 親共未共的垃圾到今天都是這樣 衛契信仍然認為 是不可以搞的 因為為什麼 中英有物約 物約的意思就是說 不可以讓香港搞民主 這個民主成分不可以在88年有 但是情況就是 放鬆在1991年的時候 可以搞這個立法會的直選議席 當時有十幾席 就開始進入了這個成分 1995年 當時劉慧卿等人推動這個 1995年全國立法會直選 當時拿很少票數 就是因為匯點這幫垃圾 共產黨的走狗 潛入民主派的走狗 賭國 你問敵志願 你問這個 你說明了 這幫人渣 而這些人渣 再配合當時的彭定學 彭定學都難辭其咎 就是因為當時中英有物約 不可以在97主權移交前 去搞這個全民普選 然後《基本法》 先搞個倒退線 先搞個臨立會 然後搞一個選舉委員會的議席 慢慢放鬆 去到07年的時候 一半35席 分區地區直選分區比例代表制 然後35席就是功能組別 然後我們不斷爭取 廢除功能組別 廢除軍組點票 然後你們又看到 2014年磅駁的雨傘運動 抗議 人大831決定 不准先篩選 後普選 要有公民提名 我們記得很清楚 然後 後面的事情 大家很清楚發生什麼事 因為到了2019年 反送中 反對送中條例之外 亦都爭取五大訴求 第五個訴求就是爭取 那你說 英國在香港這麼長時間不交民主 我隨便講戰後那些 已經講給大家 楊茂奇計劃 一直以來周恩來的305新 六七暴動的時候的問題 接下來看到 中英有物約 然後你看到1971年的時候 有所謂 英國取消了 在聯合國上面 香港的殖民地資格 即基本上 香港可以自決獨立的空間 即殖民地被殖民的人 可以在脫離殖民地的時候 自決獨立的空間 基本上完全配合 中共的敵致氣募 因為中共和英國 是19500已經建交的了 他們唐痴痘 所以我說 對英國人 我是不會充分信任的 就這麼簡單 OK 英國在香港這麼長時間 不搞民主 不搞民主 是因為中英物約 中共和英國的物約 明白嗎 回歸之前 短時間 忽然快速搞民主 一方面是 香港本身的文字已開 OK 這個搞民主 不是英國的恩賜 是和香港人的訴求是同步的 而更重要的地方 不是忽然搞民主 我都希望中國忽然搞民主 是吧 我都很歡迎90年代李登輝忽然搞民主 忽然有什麼問題呢 快速有什麼問題呢 搞民主有什麼問題呢 無論忽然快速搞民主都沒有問題 為什麼就說 短時間忽然快速搞民主會有問題呢 本來就應該有 是天賦人權 應該要有的東西 為什麼不搞得呢 就是看這個東西 就是騙那些愚夫愚虎 那些藍絲 那些白癡 那些愚昧的人 希望大家啟蒂一下他們 他說 司馬超之心路人皆知 騙不了人 白皮書揭尿他們的腦底 因為他能夠使香港的人覺醒 英國這個優質的殖民者 使香港人覺醒 覺醒之後呢 於是他們回不了寸頭 這個呢 就是一國兩制的基本框架 你不是說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嗎 那為什麼 香港人不可以港人治港呢 不可以高度自治呢 搞民主 不是接觸中英聯合聲明 1984年 中國英國簽訂的聲明裡面說的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變 那除非你港人治港是一個 就是三顆星的人治港 而不是香港人本身管治香港 七百幾十萬 七百五十萬的香港人管治香港 除非你另有他想 對吧 那你說 這個文字有個奇異的 高度自治 不是全面自治 那你國防外交而已 其他都不是全面自治 這個就是問題所在 所以就是說 十七條協議 騙西藏人 用基本法騙香港人 現在很多泛民都認為 基本法不是騙香港人的 當時李柱永 很認真地談過的 我再告訴你 你們一群人 被人騙了這麼多年 你為什麼不承認呢 到今天 你都現在賣入老人家的年紀了 歷史都是後面那群年輕人寫的 你還不承認 不承認也沒有辦法 以後歷史告訴你 這群人被人騙了這麼多年 依然覺得沒有被人騙 你被人騙不要緊 之後懸夢初醒 覺得被人騙 very good 但你今天 不懸夢初醒 就是大問題所在 好了 他說呢 黃振文說 中英聯合聲明的文本 沒有民主普選的字眼 白皮書說給人家知道 怎樣要一個民主才是好民主好制度 哈 中英聯合聲明沒有民主普選的字眼 那我問你 傑斯 講的所有的說話 都沒有顛覆國家安 國家政權的字眼的 他只是說你暴政而已 那你抓他 好了 現在47人初選了 哪個政綱要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政權 沒有這樣的事 那你抓他 是不是 荒謬 我也沒有說顛覆的 比如說中共 叫做滅亡 中共粉碎 中共瓦解 中共 倒台 是不是 或者叫做天滅中共 有些人喜歡說 那這些字眼 都沒有顛覆這個字 是沒有說顛覆的 你抓什麼 抓這麼多人 是嗎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 都沒有說分裂中國兩個幾個字 那為什麼是分裂中國呢 真是好笑 是嗎 即今天 沒有說的 就代表 都是 那為什麼《中英聯合聲明》 文本沒有民主普選的字眼 就必然就沒有民主普選 為什麼不認定他有民主普選呢 民主普選是哪幾個字形容出來的 是 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 五十年不變 香港人管治回香港 你看回英文 所以我告訴大家 不是民主普選有什麼其他方法 然後還有民主普選的時間表 基本法第四十五條的規定 這個也是多論 OK 多論的討論裡面 說出來 這個不是中國的恩賜 本身是《中英聯合聲明》 要求的一件事 autonomy democracy 很基本原則 那你說沒有寫民主普選之間 是 沒有寫到 那沒有寫到代表什麼 代表著沒有 那傑斯有沒有寫到 顛覆國家政權 那你告他 就是告訴他 叫他翻手為雲 覆手為雨 嘴巴掌在你臉上 讓你怎麼說都可以 現在你大石砸死蟹 對不對 那麼他就說白皮書告訴人們 什麼樣的民主才是好民主好制度 哼 就是這些說法就是多餘 原來民主給多少 表姐你好話都講過了 鄭月齡出來講 你想有多少民主給多少給你就可以 因為中國特色民主給多少給你就可以 就這麼簡單 黃濟民就說實踐已經證明 西方那一套對香港是真的不行的 一國兩制下 香港必須有自己一套的民主制度 自己的一套民主制度 就好像李波 就用自己的方式 回到中國大陸一樣 去中國大陸一樣 那你說 就說了 必須有自己這一套民主制度 是什麼呢 就是二十三十四十 二十席直選 三十席這個功能組別 跟著四十席這個選委會 跟著有提名的門檻 有這個 所謂的資格審查委員會的門檻 選票又不可以接 喂 這些就是一套民主制度 好民主好制度 你說得出都會好笑 他又指 中央對一國兩制方針 堅定執著 對香港人 香港年輕人 慈母搬 就是慈他老母搬 信任呢 從未動搖的 正所謂慈母手中棍 由子身上搏 OK 那麼 舉頭就文TG 低頭 就是射藍水 所以就這麼簡單 這就是現在的情況 就是2019年的情況 是吧 所以說慈母 這個慈母這兩個字呢 基本上是香港官員說出來 你看看 這個黃振文都想說慈母 他說對香港人 和香港年輕人 慈母搬 信任 從未動搖 慈母手中棍 油子身上搏 今天是慈母 做了性侵的女人 慈母 拿個不知什麼性侵的女人 慈母拿的肩膀 慈母拿這個橡膠子彈TG 一夜打到人家的身體上面 樓下永遠的疤痕 慈母 這個就是慈母 這個就是慈母 我再說一次 你再說下去的話 全香港人告你侮辱罪 你憑什麼 潛越我老母的地位 你們老母的地位 慈母 我就只有一個老母 我想每個人只有一個老母 沒有兩個老母 這個是什麼人 慈你老母 就這麼簡單 就是慈你老母 他說過去兩年 中央所做的一切 都是為了挽救香港 挽救青年 挽救民主 挽救一國兩制 會挽聯給你去挽 挽救 挽救香港 挽救青年 挽救民主 挽救一國兩制 這裡是垃圾 是挽救中國共產黨的江山 紅色江山 永垂不留 他挽救的就是 中國的共產黨裡面的權貴百大家族 永垂不留 繼續貪腹 繼續奔捉 繼續奔捉 繼續擁權 繼續佔據 31個省級地方 因為香港不可以賭 香港賭了全部省市 一直不斷 火燒連幻說 他怕 他要挽救自己的權力 挽救自己的財富 挽救自己的共產黨 挽救自己的江山 而不是挽救香港 不是挽救青年 不是挽救民主 不是挽救一國兩制 Who cares 慈母 慈你老母 好 所以很簡單一件事 他甚至說 對於香港來說 黃正文都覺得 一直中央是給真金白銀給香港 是真心的愛香港 像慈母那樣 真心 慈母要真心 還有呢 真金白銀 就是說呢 今天慈母不是餵你吃奶的嘛 之後又要真心嘛 我相抱啊 沒有半分錢 是由這個慈母拿過的 你們那些人 那些人 在香港的人 有沒有真的很多錢 在那裡拿過 就算有拿過 就算有很多人有拿過這筆錢 沒有交換的 是不是 你說東江術不用錢買的 是不是 中華牌元筆不用錢買的 那些就是你的東西 OK 不需要錢買的 送給我的嗎 市民有什麼東西你送給我啊 那你就那些工聯會 拿那些蛇齋餅種 慈母啊 真金白銀 你給那些真金白銀 你給我 哦 你真的給真金白銀給梁振英 給真金白銀給林鄭月娥 給真金白銀給那些 外港力那些組織 去示威抗議那些是真金白銀 給我呢 就沒有真金白銀的 一點都沒有 那你說 我不是因為我收不到真金白銀的 我怨共產黨當然不是啦 在搞那些 搞這麼多的年輕 你搞這麼多的 無辜的人 我經常說 共產黨經常覺得 我愛你的方式 就用真金白銀愛你 這個就是 黃澤民說的嘛 所以他理念就是覺得 你們這麼出去示威 無論有組織 沒有組織 怎樣都好 你出去示威 一定有收錢的 一定有收錢的 這個觀念就是覺得 我一直給那幫人錢 民建聯工聯會 有什麼外港力 有什麼 有錢的嘛 那你們這幫人 跟我對著說 一定有收錢的 美國給錢來 又說不出 美國哪個人 什麼部門 哪時哪日 哪個地方交收 一張相片也有 人有都沒有 人證物證什麼都沒有 說真的 很簡單 如果你認為我們這幫人是收錢的 那你知道要收多少錢 是不是 你給那麼多錢加一元 我們就不做咯 是嗎 中國這麼有錢 印些錢出來搞定了 為什麼你不給錢我呢 你給錢我 做個交易 就沒有人示威了 你不是衝上前面那些 吃光TG 中了催淚彈的這些 年輕人說 哎小孩 你收多少錢 你說個數目 我Double給你 Triple給你 十倍給你 那這些小孩 會不會繼續不扔呢 這不是跟錢沒有關咯 由始終沒有一個人 我們這幫人 是收過錢 來去對抗共產黨的 絕對沒有這樣的事 梁振英又收錢了 問一下你 梁振英 經常說羅冠聰 什麼什麼 梁振英 你身上穿著衣服 花多少錢買的 那些錢在哪裏 交代一下 你那些子女 龍蝦 每天吃的那些東西 那些錢在哪裏 誰給錢來的 講清楚 誰給錢來的 講 就這麼簡單 誰給錢來的 你的來源在哪裏 怎麼這麼多錢 是吧 李思燕 華記正能量 誰給錢來的 何君堯誰給錢來的 誰給錢來的 講解 解釋 不知所謂 所以在這裏 用這個真金八能四個字來講 解釋不知所謂 會上呢 彭博新聞社記者 反問 問及 行政總管普選有沒有時間表 這個問題今天很廢話 行政總管普選是遙遙無期啦 即不想想這件事啦 黃振文就說 香港社會經過長時間動盪動亂 如今是付出了高額學費 才換來了今天新的民主制度 即是等於中國也不是民主專政 都是民主制度一樣 如今人心施定要讓社會優養生息 將精力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為香港民主健康發展打下了堅實基礎 黃振文又自出 白皮書重申 對香港民主發展的問題 原則立場 基本法規定的商普選目標 沒有改變 未來而是要按照憲法 基本法 特別是新修訂的附件一 附件二的規定 從香港的實際出發進行的 這是廢話 因為玩完了 It's game over 你認為這件事還有稀奇的話 即是你枉為人也 毫無這個基本的常識 只懂得各打五十大板 想想他講的東西都有道理 想想一些文字的東西 我覺得無必要 玩完了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你會看到 整個地方 是最後的一幕農潭 撈出來 作為一個年尾的修結 暴力新華社 又或黃振文 全部都是一些 暴力之後 講的一堆謊言 暴力結束之後 抓人抓到七七八八 當然現在還繼續在抓 告訴你 繼續有人會 最近都有人被抓 有人被關押 抓人是暴力 謊言就是欺騙大家 抓不到你 就欺騙大家 不抓你那些就是欺騙大家 然後大家假裝被欺騙 然後慢慢奴才 上心 就覺得這樣很甜 很美 繼續做奴才 奴信說這些萬世不歇的奴才 我們要躺平 但是不需要做奴才 不要助奏為虐 心裡面清淨 不需要跟他爭拗那麼多 理財爭拗 就好像 撐那個老師宋更一的李田田一樣 就被送入精神病院 雖然最近他出回來 就說精神病 但是會不會這樣呢 整個中國就有個古拉格群島 當時蘇聯 斯大林哲莫陽的地方 就是古拉格群島 未來香港 可能會變成這樣的情況 會多久之內會變成這樣呢 我不知道 但是告訴你 花開堪切直衰切 莫待無法空置之 能夠自己選擇到一個安全平穩的地方 其實很多人 如果有這樣的條件的話 是一個最好的選擇 否則 連自己的自由都賠上的時候 到時候地上走都已經沒有機會 下次再說其他新聞 下次再說其他新聞